今日 天气真不错 咱们今天不坐自驾马车走啊 今日远景阁戒备森严 不是正式邀请的伏地马车 都不能入内 要不你到了远景阁门口后 自己走进去 莲儿 来 小娘 你呀身子弱 河边风又大 小心风寒 来 把这件衣服穿上 好 七姑娘今日这件淡黄色的被子 甚是好看哪 跟远景阁的风景 尤为衬托 多谢小娘夸赞 马车来了 都别储着了 赶紧去吧 小心点 衣服记得穿知道吗 穿好了啊 路上小心点 虎子 我 你是不是也不想要 穿到什么呀 我 你不想要 乖 你不想要 表演你去那儿看 走 我带你去 那儿还有好多好吃的 走走走走 音音 这就是剧团为关家表演过 还得到过关家的赞赏 特别难清 看来啊 沈大如确实下功夫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 我姐又在那儿哭哭啼啼 不知道又在变态前什么东西 她最爱装饵卖菜 随便她说吧 长什么呢 我想看看三哥做哪儿 这沈家向来眼高于顶 不可能请三哥来的 我以为你在找陈狼呢 陈狼 他是谁啊 那 那个蓝衣服的 金陈美男子之一 人品样貌才学 样样顶尖 好多小姑娘都喜欢她呢 她看着心思还挺重的 她呀 出身低微 小时候老被弟兄欺负 挺可怜的看着 雷姐姐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那是哪有我不知道的事 我跟你说 还好她有一个好舅舅陆家穴 这陆家穴呢 被奉为侯爷之后 让福利啊 把她姐姐的身份转正了 所以她的身份才提上来的 这官家特别重视陆家穴 她还未成婚呢 现在 陈狼啊 所有的大户人家 都想着把女儿嫁过去 也不知道是谁有这夫妻 你说的 可是安北侯父陆家穴 对啊 你也认识她 对啊 六姐姐 嗯 这里人太多了 我想下去透透气 我陪你一块儿呗 不用了 你就接着在这儿看吧 嗯 你们圆娘 天 Monday 晓天道 晓天阳 晓天阳 在东城 七姑娘果然是来了 我就知道你是最喜欢喜庆热闹的 不然怎么能够你一回罗府 这罗府上下就鸡犬不宁的 他们这罗府倒是怪得很 正妻嫡女被派遣到别院去常住 也不知是犯了什么见不得人的错 咱们还是别招惹这个七姑娘了 湛姐姐 沈姐姐 别说了 霓莲 我早就跟你说了 人善备欺 马善备欺 这有些人胆大妄为 不懂规矩 还怕被人说了 你就是被欺负得太厉害了 这七姑娘她仗着你祖母的喜爱 目中无人了 各位娘子 我确实不在罗府长大 若有照顾不周 还望见谅 我这次回来 祖母也是悉心教导我 让我好好学学这京城的规矩 那第一条呢 就是不能妄自非以别府之事 搬弄是非 不知这两位娘子 在这里大肆讨论别府之事 也不知道 是不是你们府里的规矩 格外不同一些 你放肆 七姑娘果然伶牙俐齿 那七姑娘小时候推倒乔小娘 导致小娘流产 才被送去别院这事 难道是乱传的是非吗 怎么 七姑娘被人接了老底 画得爽传 你们干什么呀 你们别说七妹妹了 她那会儿还小呢 这么想就干出如此歹毒之事 神说三岁看老 小时候就这般 心性如何 可小而知 小时候的事情 我确实记不太清楚了 当时乔小娘带了一大帮子人 去柴我母亲的院子 现在我回来 不仅院子没了 里面贵重物品 也全都不见了 至于小娘小产的事情 若我真是这样歹毒之人 罗府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我姐姐 你要真觉得委屈 为何不给家中长辈去说呢 倒是跑到外头来哭诉 难道你是觉得 罗府都没有你的容身之地 大家都偏态于我 你这是置家中长辈于何地 罗府门没于何地啊 我 我没有 行了行了 七妹妹 我姐姐最近确实也挺惨的 毕竟没挂了那么久 好不容易才放出来的 霓秀 别说了 我妹妹和七妹妹 都是嫌德纯善之人 也许只是有一些小误会 那既然是误会 我们也不便再多说什么 我们还是去听戏吧 走 我们就去 沈姐姐 你呀 我知道你委屈 但你也得顾得罗府颜面啊 姐姐教训的事 妹妹知错了 爹 您先走一步 衣袖 走 六妹妹 你看你吃个橘子 一群都吃脏了 赶紧去拿个披风遮挡一二吧 就是啊 你这样太不雅了 走 走吧